曹操与刘备青梅竹酒论英雄 刘备说了几个英雄都让曹操给搏了 曹操说当今真正的英雄那就是你和我 这句话可把玄德吓坏了 他就怕曹操识破他 所以夸插一下把手里的筷子羹尘全掉地下了 幸亏此时天上打了个劈雷 玄德赶忙掩饰 哎哟想不到这雷声如此之大呀 曹操笑 怎么 玄德 大丈夫也拒雷不成 嗨 丞相 您忘了 圣人迅雷封裂必变 何况玄德 他说孔子啊 一听见这拒雷声脸都变色 曹操点了点头 还真没介意 曹操就这么好糊弄 不是 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呀 现在曹操正在得势 是事事如意 第二 曹操蛮以为刘备是个英雄 能够慧眼独具是满腹珠基 但是方才听他说的那番话 才知道刘备没有真才实学 因为他所说的那些人几乎一个不入一个 那为什么曹操还说刘备是个英雄 那不过是句客气话 可不刘备吓得够呛 幸亏这个雷 加上刘备淡淡说了那么一句有意无意的话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把曹操给糊弄 过了一会儿雨过天行 曹操和刘备这九爷九智半憨 正在这时就听着花园门外一阵乱 曹操用手一推胡须 这怎么回事 只见从外面怒冲冲 慌忙忙闯进来两员大将 前面是关羽 后边是张飞 好多人想租拦这两个人 根本拦不住 张飞一抬手 把拦他的人给推倒了好几个 两个就直奔花厅这来了 感情关羽张飞呀 今天为什么没在家呢 他们到城外去演习工马 因为大哥玄德最近哪也不去 总在那菜园子里头浇菜 哥两个都不满意 为这事张飞还问了关羽 二哥 咱大哥这怎么了 怎么好端端的想起种菜来了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没问问吗 关羽说我问过了 大哥说我不明白 他不让我多问 我只好有时就读读春秋 再不就陪你练练舞 唉 张飞急得直搓手啊 他们在城外练完了舞之后 回去刚这么一到府 就听到禀报了 说曹丞相派来两员大将 急急忙忙的就把使军给领走了 据说连衣服都没让换 啊 关羽张飞这么一听 当时是惊恐的不得了 连个人扭头望外救走 就问丞相府来 到门这人家不让他进去 说要给他通禀一声 关羽张飞哪等得了啊 直接就冲进来了 他们找了几个地方没找着 后来听说刘史军与曹丞相 正在后院花厅那饮酒呢 他们就问这来了 到了门口这还是不让他进 记得张飞哗了一下 把铁壁望起这么一台 扒拉倒了好几个 他们两个就冲进来 咱们来到华庭下举目 这么一看啊 大哥刘备啊 整跟曹丞那会饮酒呢 是推杯换斩 兴高采烈 有说有笑 这这怎么办呢 曹丞也看清楚了 原来是关张二将 哦 云长 以德 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啊 有来此作甚呢 我跟你大哥在这喝酒 你们干什么来了 干嘛这么大的气啊 张飞这么一听啊 他这就 张飞没词了 看着关羽 关羽望上一抢步 插手拾了个礼 启离成相 末将听说 成相与大哥 在此饮酒 我是特地前来 武剑助兴 哦 曹与 曹与全明白了 这两个人是怕我把他们大哥刘备给害了 哇 二位将军 此处非昔日之鸿门宴 也用相庄 相伯乎 曹与说这什么意思 汉高祖刘邦 和楚项羽交争的时候 项羽手下有个谋士叫范增 在鸿门摆了一个酒宴 想要在这酒宴上 让相庄武剑杀死刘邦 幸亏有大将凡快保将 从那留下了一句话 叫相庄武剑意在佩功 曹与今儿跟关羽张飞说 我这儿不是鸿门宴 我不害你大哥刘备 你们武的什么剑呢 他立即吩咐 赶快给这二位凡快将军 备酒 官张谢过 坐在旁边那儿 也跟着喝起来了 这可以说是尽欢而散 喝完之后 弟兄三人辞别曹丞相 回到府里 一到府里啊 官张这才跟刘备说 大哥 你吓死我等兄弟了 这还了得 您怎么上他那儿去喝酒去了 您得告诉我们一声 嗨 刘备一听 快别说了 我也没成想 我正在后园那儿交菜 张辽就来了 就把我给叫走了 我还以为啊 是宇代昭的事情 已经泄露了呢 官长一听 下个急兵打个冷战 大哥 那曹丛没提宇代昭之后 提起那事里还了得了 随时这样啊 二位贤弟 也把哥哥我吓得 是魂飞天外啊 两个兄弟 怎么一听 哥哥 曹梦德既然没说 宇代昭的事情 这说明是没有走漏半点 风声 您何必吃这么大的惊呢 嘿嘿 二位贤弟哪里知道 曹操问我当今 谁是英雄 我想啊 把他懵哄过去 就算了 说了几个 他说都不是英雄好爱 最后他说 真正的英雄 是我与他 张飞一听啊 把两个大直挑起来 嘿嘿 曹梦德要这么说呀 那他真有点严厉 哄逼嚷嚷 刘备赶忙 把张飞的手给捂住了 你瞎敢叫什么 我就怕他说我是英雄 你可这事信心不信心 张飞听着别扭 我就爱听谁说我是英雄 别扔扔了 以后我等兄弟 还得要格外小心 那干嘛 您怕他说 以后再说不行了 刘备怕张飞苦苦追问 就不跟他说了 到了第二天 曹丞相又派人来请刘备 看来这位曹丞相 是真想跟这位刘皇叔 亲近亲近 昨天青梅煮酒 今儿又来 刘备一想不能辜负丞相的后裔 我这就前往 关张二人一听 我们两个兄弟跟着去 哎呀 刘备摆了摆手 别跟着了 那多不好意思啊 如果他找我谈论什么军情大事 你们兄弟两个可以跟我一起去 人家一定请我吃饭 又没提你们二位 你们总跟着这 这合适吗 这 关宇张飞也笑 大哥言之有理 您多加小心 晚安吧 万无一失 刘备来到了相府 曹丞还是指手相让 少拉手叫玄德坐下 亲自给刘备满酒 这酒喝了还没有三巡呢 忽然从外边进了一个人 这个人好像是曹丞相的亲随 他走到丞相的跟前 扶到耳边 说了两句话 刘备听不见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隔着个桌案 他只见曹丞相点头 哦 哦 回来的好快 请满先生到这里来 满先生 刘备一听是不是蛮宠啊 果不出所料 蛮宠打外边进来了 风尘仆仆 他先见过了丞相 然后又见过玄德 曹丞让他坐下 黄叔 丞相在此焉悠我的座位 有座便座 不必可逃 谢座 坐下 满先生 满先生 你什么时候从冀州回来的 我刚刚赶回 哦 呃 袁绍与公孙 赞交战之事 如何了 赶紧 赶紧曹丞相 是派满宠啊 到冀州去探听消息去了 满宠怎么一听 呃 城下 嘴里说的话 他看了一眼 刘备 曹丞冲着满宠一摆手 满先生 无妨事 只管说来 是 学生我到了冀州 才打听清楚 袁绍是大败公孙赞 刘备听在这心里头咯噔 一起的暗吃一惊 满先生 公孙赞 他现在如何呀 满宠一看 刘备那个样子很着急 呃 玄德公 不忙 让满先生慢慢说 哦 是 回禀城乡与皇叔 公孙赞 叫袁绍杀得大败 最后无计可施 他自己修造了一座 易经楼 有十多战高 存了好多粮草 他想背城一战 可是袁绍呢 是苦苦困着城池不放 逼得 公孙赞走投无路 他曾经写信到许都来 向丞相民求救 可是他那位使者呀 叫人家袁绍给捉住 后来 公孙赞又写一封书信给张燕 这封信也落在袁绍的手里了 袁绍拆开信 这么一看 在信中约定举火为号 里外加工 想兵败袁绍 袁绍来了个将其就计 带领人马 冒充是张燕 说是来救公孙赞 公孙赞一箭火光 喜出望外 带着人马杀出来 他没成想 让袁绍杀的是丢盔卸甲 从此 他登上易经楼 再也不下了 可是他没想到 袁绍挖开一条地道 直通易经楼下 最后还是把这座高楼 给取下来 公孙赞走投无路 杀死了他的妻子 他是自意而亡 自己上吊死了 公孙赞的人马粮草 皆归袁绍所有啊 刘备听着这儿 不晓眼睛这么一酸 掉了泪了 曹丞相一看 宣德公 为何落泪啊 你是为公孙赞吧 果然叫曹操给猜着了 曹操知道 刘备与公孙赞 既是同窗之好 还有推荐之情 公孙赞帮过刘备不少的忙 现在所以他挺难过 刘备一方面是哭公孙赞呢 他心里在想着一个人 想谁啊 赵云赵子龙 不知镇元虎将现在落于何处 刘备这心里话没敢往外说呀 可曹操这时候已经把双眉锁起来 曹操怎么皱眉了 他心中在暗想 袁绍本来就是我的劲敌 我希望他和公孙赞多打一段时间 把他们两下的力量都消耗消耗 然后欲奔相争 我来个渔翁得力 现在看来啊 袁绍很迅速的把公孙赞给灭了 公孙赞的兵马 粮草 地盘 那就全归了他 现在袁绍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 本来袁绍就是曹丞相的心头患 如今他的势力这么大 这怎么得了啊 更是曹丞相担心的 是怕二元挟起手了呀 所以他赶忙问了一句 满先生 袁绍兵败公孙赞 你听说袁绍怎么样了 哦 丞相袁绍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书信 劝他哥哥称帝 袁绍这个人在淮南一带是交涉过渡 手下将校离心离德 有好多大将都离开他 现在听说袁绍也病了 他根本在淮南就混不下去了 他想带着玉玺和他手线那些人马 去投他的哥哥袁绍 刘备听的那会赶忙冲曹绍把双拳一抱 哎呀 丞相 您可不能叫袁绍去投袁绍 要是那样的话 那袁绍等于蒙虎天意了 丞相应该早做打算 哎 玄德公言之有理呀 话刚说的这儿 由外面慌张张进来一个人 启禀丞相 袁绍已经在回南起兵兵奔徐州 他过徐州 世上冀州去投他哥哥袁绍 请丞相定夺 哎呦 还没等曹子说话 刘备可乐坏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他急忙哗啦 把悲快这么一推站起来了 丞相 绝不能叫袁绍兵过徐州啊 嗯 玄德 以你之见 请丞相赐刘备一支零剑 刘备不才 愿生擒袁绍来见 哦 玄德公 有劳了啊 如果有你带官张到徐州 那 袁绍是插翅难逃 待我面军之后 然后起兵 第二天 曹操就奏明了天子 天子当时降旨了 曹操立刻派五万人马 然后配备两员大将 朱灵和陆昭 听从玄德调遣 这曹操 哪是派两员将听从玄德调遣呢 是监视着刘备 刘备亲自到朝中面军 向天子辞别 天子哭着把刘备给送出来 刘备滴滴的声音 嘱咐天子 您多多保重龙体 臣自有安排与主张 刘备回来之后 立即吩咐 让官张催促着 朱灵与陆昭二将 快快起兵 回的府里赶忙收拾 忙得不得了 批了盘 收拾了一起 落下不少东西 不要了 走吧 这人马就出城了 出来走了 还没有十里路呢 国舅董承前来践行 董承也哭了 拉着刘备的手 黄叔啊 您可别忘了 这玉太昭啊 刘备一听 我时刻没忘 说这儿 他用眼望四歪看了看 左右没有曹操的人 他这才告诉董承 国舅 请您耐心等待 刘备此去 必有风暴 董承啊 拉着刘备的手 眼泪汪汪 远攻莫负地心啊 你可别辜负了 天子对你的期望 刘备点了点头 冲着董承一共手 然后飞身上马 马上加兵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 就开起来了 人马走出老远来了 关羽张飞这才问 大哥 您忙什么呀 自从我等兄弟出事以来 直到今天 我从来没看见过 您这么忙过 府里的东西还丢些不少呢 不要了 刘备冲着他们两个摆了摆手 一看 这儿离朱陵 路昭很远 这才告诉两个兄弟 二位贤弟 我此次离开曹丞相 等于反鸟出龙 是龙归沧海呀 从此 我再不受着网中之计判了 曹凑其人 是只能同忧 不能同乐 不知何时 其心一变 你我兄弟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快走吧 关羊 这才恍然大悟 刘备的人马刚走 郭家与成玉 考教钱粮回来了 他们发现 这么些个人马 浩浩荡荡的这是上哪儿去啊 一打听才明白 说丞相给了刘备五万兵 奔徐州了 哎呦 郭家和成玉赶忙来见曹操 说丞相 您怎么让刘备带着人马去徐州了 哦 二位先生有所不知 我让他去堵截元树 哎呀 成玉听得这人摇头啊 丞相 当初 寻玉 我们几个人 就主张把刘备杀了 跟您说了几次 您也不听 今天您怎么又给他人马呀 那这不是放龙归海 纵虎归山吗 以后您再想把刘备带在您的身边里 没有这天了 郭家一听 成玉说的对啊 丞相 古人说一日纵敌 万事之患 您不杀他行 可也不能放他走啊 曹操一听 二位先生说的对啊 那 那就怎么办呢 把他追回来吧 呃 对 曹操刚一点头 由旁边过来一员大将 徐楚 丞相 您给我一支令箭 我带领五百铁骑 立刻 把刘备给您追回 你可要多加小心 请丞相万安 徐楚带着人 由后不就赶上来 由探士马 禀报玄德 说后有追兵 哦 刘备看了看 关张心说 你们看怎么样 曹操不放心了吧 张飞一看 兄长您不必挂回 带我去 张八毛 挑死来人 慢来 刘备摆摆手 那可使不得 我看看他怎么回事 来 把营寨扎住 临时扎住营寨 时刻不大 徐楚就到了 翻身下马 见刘备 识了个礼 使君带上 末将徐楚 这相有礼 免了 许校尉 你来此何干呢 你向我这干嘛来了 回禀使君 奉丞相之命 请将军您苏回 有要事商议 哦 徐楚将军 我是奉军命 还有丞相口谕 到徐州 堵截元树 你看 他用手一指 率印在此 我刚从许都出来 丞相会有什么事 把我叫回去 有事早就都说过了 再说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请徐楚将军 你回去吧 回去替我禀赴丞相 你说呀 我一定按丞相口谕行事 哎呦 徐楚一听 人家不回去 不回去那行啊 我讨令来 就是追你回去 追不回去 我也得把你捉回去 哎 这个 徐楚听的这会儿 把双眉望上 这么一条眼睛 一瞪他 一握拳举目 一看 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他见刘备身后站两员 打将 左边 是关羽 关云长 右边是张飞 张义德 一位手里头 扶着青龙刀 那位手中紧握 杖扒蛇毛 哎呀 徐楚一看不好 我这要一动横的 非打起来不可呀 再说了 丞相也没告诉我 跟刘备打呀 说他要不回来 你就跟他死战 没这句话 再说我进来 听说刘皇叔和我们丞相挺好 经常在块儿贪心 饮酒 刚才刘备那话说的也对 人家是奉军命 天子有旨 丞相有口语挂着印出来的 我呀 我回去得了 那刘始军既然如此 我就回去回复丞相 将军保重 再会 徐楚带着人马 哇 回去了 这倒好啊 这位徐楚将军领五百铁骑 跟潮水差不多 追来的时候哇 像涨潮一样 挺快 回去哇 跟落潮一样 也不慢 回到相府 跟曹操这么一说 郭家诚语一听 明白了 刘备既然不肯回来 可见其心已变 曹操一听不能吧 我虽然叫刘备去了 可是我还派起了 朱灵陆昭二将在他身边 令他未必敢变 再又说了 他去堵截元术 我已经答应他 怎好又反悔呢 请二位先生 不必多虑 郭家诚语 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那就等着看吧 再说玄德呀 他领着人马来到徐州 车咒这么一听说 刘备是丞相派来的 为赌劫元术 当然他高兴了 亲自出城来营 招帅府大摆盐宴 款待刘备 刘备到家里去探望探望家小 刚到徐州 没有两天 袁术的人马就到 袁术派一元大将纪灵 为先锋 在前边给他风扇开路 御水碟桥 关羽张飞一听纪灵啊 这气球不打一出来 上次他领着十几万人马 来罚我们 你瞧他那派头 那个狂傲劲 今儿个 我张飞会会的 取其手计来见大哥 张飞领一哨人马 就把纪灵给堵住了 两个人一交锋 二马盘缓 没有二十个回合 张飞大叫一声 卡一枪 就把纪灵挑于马下 袁术就到了 刘备往前 怎么一催马 亲自来会袁术 袁术拿把刘备放在眼里 我当时什么了不得的英雄 原来是你刘玄德 你不过就是一个 知习编剧的小儿 俺敢读我的去路 两军交战 这通杀呀 刘备正居中 关羽张飞在左边 车骤在右边 把袁术给杀的 是望风而逃 丢盔卸奖 你眨眼的功夫 尸横 遍野血流成渠 袁术一口气 败到了江亭 哎呦 还剩一千来人 都是些老弱残兵 当时啊 那天气特别热 那时候是没有温度表啊 要有温度计 咱们一凉 大概也有四十二度左右 把袁术给热的汗 刘夹被口渴生烟 他吩咐手下人 呃 看蜜水伺候 他要喝点蜜水解渴 手底人一听名上 这儿只有血水 哪儿有蜜水 哎呀 袁术仰天 大叫一声 一张嘴 一口鲜血 喷出老远 当时昏倒在地 连呼带叫 叫了半天 也没缓醒过来 袁术于建安 四年六月 死于江亭 袁术死了 他侄子袁印 压着灵朽和妻子 直奔卢江 走到半道上 让他手底下 一员将官叫徐秋 把袁印给杀死了 徐秋得过来了玉玺 跑到了许昌 献给了曹曹 这些子可把曹曹给乐坏了 立刻封徐秋为高龄太守 从此是玉玺归曹了 刘备打败袁术之后 知道袁术已经死了 刘备是犒赏三军 然后又申表朝廷 随后又给曹曹写了一封书信 把朱陵 陆昭 两位将军找过来了 说你们二位很辛苦啊 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 这两一听啊 我们两人回去啊 使军您呢 我在徐州小住几日 哦 那么请问您 这人马怎么办呢 带来五万人马 又得了元术这么多兵吗 那这该怎么办呢 哦 你可以回复丞相 把人马留在这会儿 未守徐州 这俩一听傻了 合着把人马扣起 把我们俩打回去啊 还不敢说不走 拿着书信回去 一见曹操 可把曹丞相给气坏了 好啊 你们这两个废物 我让你们干什么去了 让你们监视这刘备 你们怎么自己回来了 刘备不回来 而且把人马还都留下 这还了得 连个无用之财 推出 咱了 旁边几位谋士一看 哎呀 丞相 您不要杀他们 这两个人是两员偏将 您把兵权不是给了刘备了吗 怎么能埋怨此二人 曹操一听这话说的对 他抬头一看呢 成玉国家两个人正看着他呢 曹操心里挺不是滋味 面有愧色 哎 我争了刘备的讨悔之计 寻玉大话 丞相无忧 趁刘玄德在徐州站脚未闻 某师遗迹是可除刘备